在地宫旁边有一个明朝服饰展 我们进去看一下明朝 现在我们是进入了展馆的内部 不知道为什么 明明是明朝的展馆 上面也写了 它家在明朝 但是旁边的配着服饰 却是清朝的服饰 很奇怪 这里面展示的衣服呢 大多数都是游世木出土的一些服饰 那现在我们挨个给大家看一下 进来之后 首先看到的是一件园铃 一件胶领 琵琶袖和一条马面 这件园铃比较特别 它上面有很多布丁 然后领和现在山脚很多种的都不一样 然后有眼睛有细带 侧面看没有开场 这个胶领奥的放链非常非常的大 我给大家看我倒映在镜子里面的影子 对比一下衣服 你看这个胶领奥有多大 然后它的细带是像在这个位置的 侧面有开场 然后这个马面裙是那种暗纹的 上面有很多小花 然后它的细带位置 刚刚出来的地方是有两根细带 然后有一根比较短 然后另外一根比较长 但它的这个细带都是很特别细 可能就是那种属于穿上了之后 不会有袋子垂下来的那种 这又是一件胶领奥 然后它的领也特别宽 中间有一个鼻子 细带没有 不知道是不是掉了 然后完了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侧面的开场 开得非常非常的高 已经到腋下了 这里同样也是一件 叫你好放链 没有刚才的那件打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在下面 这个对比没有刚才那么强烈了 然后它这一件的细带的 上上去的方式和刚才那件不一样 是细在外面的可以看得见 它的走线的痕迹 然后之后 这件它已经有一点坏掉了侧面 看不到它的开刹味正在哪里 旁边有一个圆领的鼻架 这个圆领的鼻架的领和刚才那件 圆领熬的领是一样的 比较斜 然后也有眼睛 然后这个鼻架的侧面 它也没有开场 而且这个鼻架特别特别的小 小到什么样子呢 你单看它可能看不出来 我们对比一下旁边的这个焦铃 你就可以感受到这个鼻架有多小了 博物馆这里有明代文官的服饰的补服的一些介绍 一品是鲜货、锦肌、孔雀、四品 我就感觉这些云鹤呀什么 各种鸟看起来都差不多 然后这边是明代五官的补服 一品是鲜货、黄瓜是狮子 但是这些瘦 我感觉也看起来差不多 有一件穿在人身上的是一件巢服 然后这上面写的是 它绣的是孔雀 然后根据刚才看的那个鼻子的介绍 如果是绣的孔雀的话 它应该是一个三品的王冠 这是一个孔雀 然后这也是一个孔雀 它的那个荒纹全部是浮雕效果吧 看近了之后密集孔雀 正看着有点难受 但还是特别的精致 这里也有一个有骨子的 具上面的介绍记载 是记得狮子 如果是狮子的话 应该是二瓶五官的衣服 真的放量好大 好大一件 一起来看一看细节 它的这个膝带位置 这里是有一处平接 膝带还是蛮长的 是非狮子的 最后一件事 是因为它们的 尽量是一种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